我是监狱预长的儿子 看守着一帮世界上最为穷凶极恶的犯人 这里每一个犯人都作恶多端 令人发指 有盗取国家机密的特工 也有暗杀过总统的杀手 也有屠杀数万战弩的军阀 此时的我正在老爹的书房里面写 突然一个跌跌撞撞的狱警 跑了进来惊恐地说道 二当家出事了 杀神和贪狼打起来了 我随手扔了一幅字画给他说道 带我的字过去 让他们去扫三天厕所 不听话就说 我会把他们的脑袋再次按进马桶里 是 二当家 狱警一愣 然后急忙抓起这幅字 转身就跑 杀神是杀手界 鼎鼎有名的杀手之王 因杀米国总统而入狱 贪狼则是地下世界当中 一个庞大的首领 因盗卖核弹投入狱 突然又慌慌张张 跑进来了一个狱警 二当家大事不好了 屠夫嫌弃食堂的菜不好 闹起来了 还打伤了我们好几个兄弟 于是我又扔了一幅字 给了这个狱警淡淡的说道 让他在后厨洗一个月的盘子 不听话 我就亲自过去 再把他在广场上 调个三天三夜 狱警拿起我的字迹 转身就小跑而去 屠夫 是一个屠杀过一万多果子战俘的军阀 是人民如草芥的萧雄 二当家又又又出事了 那个杀了雪国上将一家的夜魔又发疯了 把咱们的禁闭室给拆了 我顿时感觉有些不耐烦 于是我把刚刚写好的一副字 再次扔了出去 冷冷说道 让他打断自己的两条腿 老老实实在牢房躺一个月 要是敢少一天 我就把他扔进粪坑泡一天 狱警不敢怠慢 拿了字就火急火燎的跑了出去 我忍不住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道 监狱里的破事还真多 老爹这一走就是三年 鸟无音信 一个人看守监狱 真是麻烦死我 于是我走出了书房 看了看时间 按例去操场巡视 操场上的犯人 看到我出现之后 立刻一个个立正 纷纷低着头 不敢正面看我 这时突然走出一个人 笑嘻嘻地说道 二当家 抽烟 抽烟 能帮我把这封信 送给我的家人吗 事成之后 我给你一个亿 我家有的是钱 我当场就拒绝了他 而这个人 正是倒卖国家资源 身价数千亿的寡头 旁边的是 华国犯下行动端罪的首富 还有美国军情局 出卖国家情报的前任头子 在这里的犯人 没有一人是普通人 哪怕任何一个人放出去 都能够威震四方 但是在这一刻 他们都乖乖地低下头 最近我心情不好 希望你们别闹事 众人们急忙回答着 是是是 于是 我又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刚坐下没多久 又一个狱警 火急火燎的 跑了进来教导 二当家的 不好了 外面来了个女将军 押送着一个犯人 正在外面 而且还是一个 很漂亮的女将领 哦 那我倒要见识见识 只见监狱之外 几十个军人 严阵一带 看守着一个囚龙 囚龙中困着一个 穷凶极恶的男子 能老子从这里出去 你们又一个算一个 一个都别想活下来